下面我们开始学习第二部分 重要支点经讲的第三章 所得税纳税审查与纳税申报代理 这一章内容和上一章 也就是获劳税的纳税审查与纳税申报代理 它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 甚至于比上一章地位还略重要一点 为什么 因为企业所得税的分值 有可能是略高于增值税的分值 而个人所得税的重要程度 又略高于咱们的消费税 所以这一章是更为重要 它的考试中提醒单选多选简答综合 都会涉及到 基本上每年必有一道所得税的综合体 分值在25分左右 第二个本章历年考试的分值是30到50分左右 它其实更多的年份是在40到50分左右 我们说30到50分左右是说的比较保守 这是考试情况 本章内容由我们教材中的这么几章内容构成 第一个是第三章的第四节 所得税纳税审核方法 第四章的第三节 所得税快捷核算 第五章的第二节 所得税纳税申报代理 第六章的第二至五节 那么与所得税见证服务有关的内容 一共由咱们四章内容构成 由四章内容与所得税有关内容 都整理到咱们的第三章 所得税纳税审核与纳税申报代理中进行介绍 那么本章呢分为两节 一节是企业所得税 一节呢是个人所得税 两节内容呢进行介绍 这是呢一个 第二个 2023年呢教材的主要变化 包括呢咱们的税法二 与涉税服务实务的呢主要变化 体现在呢以下几点 第一新增了企业所得税基础研究 注意这是什么 基础研究 加计百分之百扣除的呢 规定 这第一个基础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 高新技术企业 期限性加计扣除新购置的设备 器具款的问题 这个政策只在2022年的第四季度 那么实施 这是一个短期的政策 我们呢本来以为 它不会呢写到这个教材中 但是没想到呢 写到了我们就得呢 把它作为一个呢重要的点来介绍 这是第二个 第三 增加业务招待费的呢范围 也就是说 在教材中增加了呢 对业务招待费范围的一个解释 这是第三 第四 在咱们的呢第七章 不是呢在咱们上述章节中 而在第七章的呢 一个题目中 增加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保险费呢 税前扣除限额的规定 我们也会呢在这张内容中加以介绍 这是第三一个 第四一个 个人养老金的个税政策 这个变化是比较大的 也会呢影响的比较大 所以呢咱们要注意些 这是第五一个 第六一个是增加了居民换购住房有关的个税的政策 这是呢新增内容 而调整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小型威力企业 它的呢税收优惠的调整 比如说对于年所得呢 在100到300万之间的呢 小型威力企业 它的优惠没变化 但是呢对于年所得呢 在100万以下的 到了2023年 它的呢所得税的优惠 从原来的减按12.5% 记录呢 英纳索德额 改为了减按25% 记录呢 英纳索德额 它的呢优惠政策有所调整 这是呢一个 第二一个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调整 从2023年起 所有的允许加计扣除研发费的呢 行业 它的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比例 都统一调整为100% 这是呢 2023年交财的呢 主要变化 大家呢 要注意一下 那么咱们呢 这一章分为两节来讲 第一节是企业所得税 第二节是个人所得税 我们首先呢 学习第一节 企业所得税 纳税审核 与纳税申报代理 对于呢 这一节 我们介绍呢 11项内容 第一项内容 企业所得税的基本规定 第一个 第二 年度收入总额的审核 第三 扣除项目的审核 第四 资产的税务处理 第五 税收优惠 第六 应纳税所得的审核 那么在这前面这六项内容中 我们图黄的年度收入总额的审核 和扣除项目的审核 以及税收优惠 是咱们的重点内容 这是呢 前面六项 第七项 长期股权投资的税务处理 这个内容 既是重点又是难点 需要大家呢 提起高度重视 第八 是企业重组的税务处理 这份内容是难点 但不是呢 一级重点 它顶多算一个二级重点 这是呢 第八项 第九 应纳税额的计算 第十 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业务 企业所得税呢 它的处理 这是第十项 第十一 是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掉建政服务 及代理填制呢 企业所得税 纳税申报表的方法 企业所得税呢 纳税申报表的填写 是咱们考试中的呢 一个重要内容 也就是说 我们的收入总额审核 扣除项目的审核 税税优惠审核 以及呢 长头的税务处理 还有呢 申报本填写 是咱们企业所得税的重点内容 这是呢 咱们整个这一节 十一项内容 下边我们先看呢 第一个 企业所得税的基本规定 企业所得税基本规定中 第一项内容是纳税人 企业所得税呢 实行的是法人所得税制 也就是说 你具有法人资格 咱们交企业所得税 不具有法人资格 不交 比如像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毫无疑问 属于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而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虽然它也叫企业 但是由于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不具有法人资格 所以它不是用企业 所得税法 它不剩企业所得税法 它呢 是那个投资者 要交纳的个人所得税的 它个人投资者 要交个人所得税 所以我们呢 来看一下 它的呢 不同的组织形式 它的所得税的交纳 对于呢 个体共杀户来讲 它不具有反资格 跟独企业合企业 也不具有反资格 这三类 个体共杀户 跟独企业合企业 不具有法人资格 所以 它不属于 企业所得税 纳税 不交企业所得税 这是不纳企业所得税的 它是个人投资者 按照经营所得 交纳个人所得税 注意 是个人投资者 按经营所得 交纳的个人所得税 它适用的是 五级超额累金税率 税率是5% 10% 20% 30% 35% 那么这么五级超累金税率 注意 它的适用税目 是经营所得 一个 而公司制企业 包括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等等 它具有法人资格 所以 首先 它获得所得 不管分媒分配 要按照企业所得税 就是它按照税率 交企业所得税 它交纳企业所得税 下边 它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 未分配利润 再分配给 它的个人投资者时 如果分给 个人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分得的 股息红利 要按照 利息 股息 红利所得 交纳 20% 的 个人所得税 这里边 大家要注意 对于 个体共杀户 个人投资企业 合伙企业 它的 经营所得的 个税 是在所得 形成时 我只要 赚这钱了 我所得形成了 就要交 个人所得税 不管分配 不分配 而公司的企业 它是 在所得 形成时 要交纳 企业所得税 那么 只有 分配给 个人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才按照 利息 股息 红利所得 交纳 20% 个人 所得税 这是咱们的 第一个 是法人 所得税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将企业 所得税 纳税 分为居民企业 和非居民企业 所谓居民企业 它实行的是 单一具备原则 所谓单一具备 指的是 登记注册地 在我国 或者 虽然登记注册地 不在我国 但实际管理机构 在我国的企业 就属于居民企业 要注意 咱们的居民企业 实行单一具备原则 按照登记注册地 或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 有一个在中国 就属于中国的居民企业 这居民企业 那么如果登记注册地 没在中国 实际管理机构 也没在中国 但是有来自中国境内的所得 那此时 它叫什么 叫非居民企业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它登记注册地 没有在中国 实际管理机构 不在中国 但在中国境内 设立机构场所 它需要就来自中国境内所得 以及来自中国境外 但是这项所得 与其在中国境内所设机构场所 有实际联系的所得 来交纳企业所得税 这是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的划分 居民企业 是就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全部所得 向我国履行纳税义务 这是第二个 第三 所得来源的确定 这个内容非常重要 那么第一 它自身容易出选择题 这要注意 它自身容易出选择题 第二个 它可能和增值税的境内境外结合起来 还有呢 企业所得税的境内境外 还有个人所得税的境内境外结合起来 那么出呢 这个简答题 或者是呢 出现在综合题中 我们来看一看 所得来源的呢 确定 第一 销售货物所得 以交易活动发生地 确定了所得来源地 注意按什么 按交易活动发生地 确定所得来源地 第一个 第二个 提供劳务所得 按照劳务发生地 确定了所得来源地 也就是说 你这活在哪干的 咱们的所得就算来源于哪 这是第二个 第三 转让财产所得 则分三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 转让不动产所得 不动产不能动 它是最简单的 无论是增值税还是所得税 都按什么 按照不动产所在地 确定呢 所得来源地 这是不动产所在地 一个 对于呢 转让动产所得 它是能移动的 所以呢 它是按照转让动产的企业或机构场所所在地 确定的所得来源地 这是按照转让的呢 动产的企业或机构场所所在地 确定的 而对于权益性投资资产 比如说 那么 法国一家呢 这个公司 在意大利和中国一家企业 那么就呢 它对持有的中外合资企业的股权 签定了股权转让协议 那么这叫什么 这叫做全性投资产 那你把股权转出去了 这叫做全性投资产转让所得 按照什么 按照被投资企业所在地 确定了所得来源地 我不管你的投资方是谁 不管你的呢 这个合同的呢 签定地在哪 不管你的呢 接受投资方是谁 但是我的所得来源地 对于全性投资产来讲 按照被投资企业所在地 确定了所得来源地 这是呢 第三类 转让财产所得 第四类 股息 红利等全性投资所得 是按照分配所得的 企业所在地确定 注意分配 这两个字 那这是第四 第五 利息租金特许权属费所得 这是这么三类 它是按照负担支付所得的 企业或机构长所所在地 个人住所地确定 这是呢 咱们的第五一个 第六一个 其他是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 确定 这是所得来源的确定 要求大家呢 是必须掌握的 我们来看呢 相应的题目 一道呢 多选题 下列有关来源于中国境内 境外所得的确定原则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哪个是正确的 A 销售货所得 按照交易活动发生地确定 这是呢 正确的 这样 B 提供劳务所得 按劳务报酬支付地确定 这是呢 错的 劳务所得 按照劳务发生地确定 所以选项B 错误 这样 C 全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 按照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确定 那么 这是这个 全性投资产 按被投企业所在地 这是正确的 选项B 股息所得 按负担支付所得的企业所在地确定 这是呢 错的 对于股息所得 它是按照分配所得的企业所在地确定 所以选项B 错误 选项E 无动产转让所得 按转让不动弹的企业或机构场所所在地确定 那么 这也是呢 错误的 无动产转让所得是按照无动产的所在地确定 而不是按照它的企业或机构长处所在地确定 因此呢 正确的只有选项A C 这是呢 咱们的所得来源地 要求大家要熟悉 甚至是掌握 很重要的呢 一个好点 这是第一个 纳税人 注意呢 纳税人的 呃 境内境外的划分 法人所得税制 所得来源的确定 第二个 征税对象 对于呢 企业所得税来讲 它是以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 其他所得 清算所得 作为呢 正式对象 对于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来讲 它承担的纳税义务是不一样的 居民企业承担全面纳税义务 而非居民企业则承担有限纳税义务 居民企业指的是呢 登记注册地或实际管理机构呢 在中国的呢 企业 属于居民企业 它就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 履行纳税义务 这一个 而非居民企业分成两类 一类是呢 你的登记注册地在境外 也就是说以外国法律呢 成立 而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呢 中国境内 也就是说登记注册地 实际管理机构不在呢 中国境内 但在呢 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企业 它在中国境内有机构场所 比如说有办事处啊 有呢 咱们的呢 这种这个采矿点啊 等等等等 那么这都属于在中国境内呢 设立机构场所企业 它就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第一块 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第二 发生在中国境外 但与它所设机构场所 有实际联系的所得 如果呢 发生在境外 与它所设机构场所 没联系 中国有没有权利征税 没有权利征税 但是呢 如果发生在中国境外 但与它所设机构场所 有实际联系的所得 中国是有权征税的 这一个 第二个 在中国境内呢 未设机构场所 比如说美国一个银行 在中国呢 没设机构场所 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 这也叫非居民企业 那么此时 它仅就呢 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呢 纳税 这是它的呢 征税对象的呢 规定 大家熟悉了解即可 第三 税率 税率呢 在咱们的涉税服务实务中 它的考核方式是什么 它的考核方式是呢 我给你一个综合题 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高新技术企业 或者是一个呢 技术先进行服务企业 或者是呢 是个小熊绿企业 你自己来确定呢 它的税率 它不会很生硬的考 哎 它是呢 税率是多少 这不是呢 咱们涉税服务实务的考核风格 它是给你一种环境 让你呢 确定它的实际适用税率 这就OK 对于呢 适用税率 我们来看看 第一 基本税率 25% 那么在25%的呢 基本税率中 它的适用范围 第一个 居民企业没有特殊的规定的话 收的税率25% 第一个 第二个 在中国境内 设有机构场所 有机构场所 而且取得的所得 与所设机构场所 有联系的 非居民企业 咱们呢 适用25%的 基本税率 注意 在中国境内 有机构场所 取得所得 与所设机构场所 有联系的 非居民企业 适用25% 它不是适用10%的税率 这大家呢 要特别注意的 这第一类 第二类 优惠税率 优惠税率呢 符合条件的 小型威力企业 小型威力企业的税率 我们呢 会在 那么税收优惠中 给大家呢 详细介绍 什么叫做 小型威力企业 怎么预角 怎么汇算 那么 它的呢 这个小型威力企业 优惠是什么 这是呢 一个 下边 下边是用15% 优惠税率的 有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 注意高新技术企业条件 我们也在呢 税收优惠增加 那下边 技术先进行服务企业 第二 第三 西部地区鼓励类企业 第三一个 第四 第三方污染防治企业 第四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鼓励类企业 海南自贸港的呢 这种鼓励类企业 那么下边一个大家简单看 中国上海自贸实验区 临港芯片区 符合规定条件的发展企业 那这是呢 咱们的15%的优惠税率 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 预提所得税税率 对于预提所得税来讲 大家呢 要注意 它是呢 所得税的一种呢 特殊的计算方式 交纳方式 而不是一个单独的税种 对于预提所得税 咱们呢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呢 它的税率是20% 但是呢 在十条例中 由于有优惠 那么实际执行税率 是10% 注意 预提所得税 没特殊规定的话 税率10% 它剩余什么 剩余在中国 没有设立机构场所 或随设机构场所 但取得所得 与所设机构场所 没有实际联系的 非居民企业 是用10%呢 这个预提所得税率 注意 非居民企业 什么时候 是用25%的税率 什么时候 是用10%的呢 预提所得税率 我们呢 来做一下总结 对于呢 非居民企业来讲 如果在中国境内 设立机构场所 比如说 美国一家银行 在中国设立一个分行 然后下边 所取得的所得 与所设机构场所 有联系 比如说 这个分行 向中国的企业贷款 获得的利息 或者是分行 向印度一家公司贷款 那么获得利息 这都叫什么 所取得所得 与所设机构场所 有联系 那此时 它按照25% 来交呢 企业所得税 如果呢 它在中国境内 虽然设立了一个分行 但是是它的总行 把资金 借给中国的企业 获得的利息 这叫什么 这叫做 取得的所得 与所设机构场所 没有实际联系 没有实际联系 此时 它是用10%的 预提所得税 这一个 或者是呢 它在中国境内 就没设机构场所 在中国境内 没设机构场所 直接呢 把款项 带给中国 获得的利息 这叫做什么 预提所得税 此时 它适用的税率 是10% 这是呢 咱们的基本规定 基本规定中 我们介绍了 纳税人 征税对象 和税率使用 这个内容 在咱们的呢 设置服务实务的考试中 会不会把它 明目张胆的 实际就考 你适用的税率是多少 或者是呢 哪个是 按境内境外的 全部所得交税 哪个是呢 只就来源境内所得交税 不会 它一定是 揉在咱们的呢 这个选择题里边 或者是 综合题 或者是呢 简答题里边 让你判断 它交不交 或者按什么比例来交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一个呢 问题 企业所得税的 基本规定 第一个问题 下边 我们呢 进入 咱们设税服务实务的 最关键内容 是企业所得税的税审 对于税审来讲 无论是什么税 你先要审它的计税依据 而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 是什么 是应纳税所得额 它的应纳税所得额 等于收入总额 减不征税收入 减免税收入 减允许弥补的 以前年度亏损 那么这个公式 大家要注意 它是按什么计算的 按税法规定来计算的 也就是说 按税法来确定收入总额 按税法确定 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 扣除和允许弥补的 1000年的亏损 但在实践中 这种计算方法 这种计算方法 这叫做直接计算法 在实践中 这种直接计算法 会不会呢 让你用 基本上不用 在实践中也好 在考试中也好 那么它都往往用的是什么 间接计算法 间接计算法 就是什么 就是我呢 先确定正确的利润总额 看到了吗 咱们的应纳税所得额 等于利润总额 先确定正确的利润总额 再确定正确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加上纳税调增 减去 纳税调减 这是我们呢 最常用的呢 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下 我们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是要经过两步 哪两步 第一步 你要确保你的会计的账务处理 那你看 他要确保我们的会计的账务处理是正确的 你的账务处理正确 你计算的利润总额是正确的 如果账没对 那么什么叫账不对 我们前面说过 是不符合会计准则 那你此时干什么 你要调账 一定要注意 这事咱们要调账 第一个 那么你在确保会计账务处理是正确 计算的利润总额是正确的基础上 下边干什么 下边对税块差异做纳税调整 所以第二个关键动作什么 对税块差异 你要分析税块有哪些差异 那下边我对税块差异要做纳税调整 注意这时候这是纳税调整 而不是调账 这是两个不同的动作 大家呢要严格区分 所以我们下边要围绕着什么 围绕着收入的审核 你看了吗 怎么审收入 怎么审扣除 然后呢 怎么审允许弥补的亏损 这几个角度来展开 那么来确定呢 正确的应纳税所得额 因此我们呢 第二个问题讲什么 收入总额的审核 那么正是由于企业所得税的 因纳税所得的计算 所以呢 在历年的综合体能的考试中 他常见的考核要求是什么 第一个 恶要指出存在的影响 纳税调整的问题 做出跨年度的账务调整分路 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你账做错了 你看账做错了 让你做的是什么 做的是调账 第一个 下边一个什么 正确计算 某年应补的增值税 承建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印花税 企业所得税 并做出补税的呢 分路 那么你对呢 这个调账之后 然后呢 对税块差异 做呢 纳税调整 你看 税块差异 做纳税调整 下边你该补呢 各种税 补各种税 该做呢相关的分路 做相关分路 当然还有年费 让你填什么 填纳税申报表 填申报表 我们后边会专门的 有个内容 让大家填 那么纳税申报表 而且我也呢 在前面就提醒大家了 一定要记得 及时下载 增值税 所得税的纳税申报表 在上一章 我们强调增值的申报表 在本章 我们强调 所得税的纳税申报表 这是呢 咱们对于呢 所得税的常见考核要求 做这么一个说明 下边我们呢 讲第二个问题 年度收入总额的审核 因为呢 你的应纳税 所得额 等于收入总额 减不征税收入 减免税收入 减各项构除 减允许弥补补的亏损 所以我们先确定了 收入总额 收入总额呢 是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 从各种来源取得的呢 收入 我们呢 从五个方面来讲 收入总额 第一 是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 那么严格区分 哪些是不征税收入 哪些呢 是免税收入 第二 市同销售收入 那么什么情况下 市同 增值税的市同和所得税的市同 有什么不一样的 第三 企业所得税中收入券的条件与时间 第三 第四 收入券的金额 第五 收入方面的参考内容 这个内容 大家呢 要结合我们历年的考题 来看一看 在收入方面 参考哪些问题 下边我们来看 第一个 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 注意呢 对两者进行的区分 那么我们在这个内容中 讲三项内容 第一 不征税收入 第二 免税收入 第三 企业接受政府股东 化入资产的企业所得税呢 处理 讲这么呢 三方面内容 首先第一个 不征税收入 对于呢 不征税收入来讲 大家呢 要注意 它和免税收入是两个概念 不征税收入 是对这种收入 本身就不应该征税 而不是有税收优惠 那么不征税收入 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 财政拨款 那么是不是政府给企业的拨款 就叫不征税收入 不是 那么作为企业所得税容 不征税收入的呢 财政拨款 指的是各级政府 对谁的拨款 对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等组织 拨付的财政资金 而不包括政府给企业的拨款 政府给企业的拨款 后边我们会看到 分为专项用作财政资金 和非专项用作财政资金 所以呢 这里边财政拨款 是各级政府 对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等组织 拨付的财政资金 这第一类 第二类 依法收取 并纳入财政管理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 那这里边是什么 依法收取 那么合法的收费 而且纳入呢 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 那么对于呢 这份资金 第一 是对且依法收取 并上交的呢 政府性基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 作为不争税收入 在上交财政的当年 注意什么时候 在上交财政的当年 在计算呢 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是什么时候上交 什么从 那么收入中呢 减除 没有上交给财政的部分 它是不能从 收入总额中减除的 换句话来讲 你没上交财政的 照样征税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企业收的各种基金收费 应记住呢 当年收入总额 也就是说 只有依法收取 并上交给财政的 政府性基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 才作为呢 不争税收入 这是第二个 第三 国务院规定的 其他不争税收入 其他不争税收入呢 主要是 国家给企业的钱 国家给企业的钱 我们把它分成三类 这三类 我们呢 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注意第二类和第三类 第一类是什么 第一类属于国家投资 和资金使用后 要求归还本金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 国家作为企业的股东 我给你投资投过去了 投资投过去了 那你钱寄账金哪去 寄到石头资本资本公金里边 做不做收入 不做收入 那么成本费用允许扣除 允许扣除 因为它相当于股东给你的投资 一个 第二个 如果呢 是我把钱呢 借给你 比如说疫情期间 钱没钱了 我把钱借给你 要求归还本金的 那么要求归还本金 什么结果 要求归还本金 这是你的负债 这不是你的收入 这是呢 第一类 第二类是什么 第二类是对企业取得的 专项用途的财政性资金 什么叫做专项用途 我们呢 一会儿来用例题来解释 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的条件 那么对于取得的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 作为不征税收入 既然收入不征税 那么在所得税中不征税 你快就寄到收入里边了 怎么办 那么你要做纳税条件 那么把它做纳税条件 那紧接着 既然收入不征税 那它下边形成的支出 你用于支出形成的成本费用 税前不允许扣 因为呢 不征税收入 收入不征税 成本费用不允许扣 那这是一个 下边如果你用于研发的话 你的研发支出都不允许扣 那么允不允许加计扣除 那更不允许加计扣除 这是呢 不征税收入 收入形成是不征税 成本费用 形成成本费用不允许扣除 这是呢 第二类 第三类 如果政府给的钱是非专项用途财政资金 那么则是在取得时要寄到收入总额中 征所得税 这是呢 咱们的不征税收入这三项 对企业而言 最关键的是这一张表 对企业来讲 咱们呢 做税务处理 也是对从这个纳巡市企业的角度来做的 所以这个内容非常重要 我们看几个呢 需要注意的点 第一 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 按规定取得的 急征急退的增值税税款 那么这谁取得的软件企业的 这个急征急退增值税税款 由企业专项用于软件产品的研发和扩大再生产 并单独合算 可作为不征税收入 那么从在计算应那是所得额时 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那么这句话有几个点 大家呢需要注意 第一 这个钱是什么 是对软件企业使用的 软件企业是什么企业 那么软件生产企业销售资产的软件 那么他获得的这个你的税付超3%的部分 急征急退的呢 增值税税款 那第二个是急征急退的增值税款 那么用于什么 他的用途是用于软件的研发和扩大再生产 咱们呢 这时候那个你有呢 这个不征税的规定 同时必须单独合算 你看他的核算要求是单独合算 咱们可以做呢 这个不征税收入 既然做不征税收入 那下边他形成的这种收入 将来用于支出形成的成本费用 税前云不允许扣 不允许扣 更不允许加急扣除 一个 第二个除了上述的急征急退的增值税款 其他的急征急退的增值税款 在取得时就要寄到收入总额中 计算交所的税 这次呢 大家要注意总结这个内容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专项用途财经资金 与非专项用途财经资金 那么这个表 我呢 在咱们英式指南那表的基础上 又重新做了一下调整 把它横着和纵着 稍微调整了一下 那么目的是分为不同的使用阶段 大家呢 注意一下 如果这是个专项用途财经资金 专项用途财经资金条件 我们一会呢 用立体来讲 那么在一般情况下 你收到这笔钱的时候 不征税 不征税 如果会计中做收入处理了 那你怎么办 纳税调减 这调减 不征税收入形成的支出 不允许扣除 不允许扣除 你会计中做成本费用扣除了 那么税收入不允许扣 要做到纳税调增 那不允许扣除 更不允许加计扣除 这是一个 那紧接着 如果你这笔专项用途财经资金 在五年内 那么也就是六十个月 按月份来说 六十个月之内 没有发生支出 也没有交给财政 则此时 应该记住 取得该资金 第六年的 应税收入组额 那么要记到呢 收入里边 要交税 那此时 你既然 收入交税了 那他 这笔收入 用于支出 形成的成本费用 允不允许扣除 允许扣除 那你看 不征税收入的特点是什么 收入某一征税 相当的成本费用不允许扣 那么收入 你征税了 那么相当的成本费用允许扣 这不征税收入的特点 下边 如果这笔资金 它不符合专项用途的条件 这叫做 非专项用途财取资金 则是在收取时 征税 那你快点 如果做收入处理的话 那此时 无需调整 这一个 那紧接着 既然收取时征税了 用于支出形成的成本费用 允许扣除 允许扣除 符合加计扣除条件的话 可以加计扣除 这是呢 我们的第二个 专项用途财经资金 和非专项用途财经资金的问题 那么第二项 第三项 对于企业取得政府财政资金的 收入时间确定问题 那么不仅仅征税不征税 会出现税块差异 咱们的收入券时间 也会有时间性的一个差异 我们来看一看 政府呢 给企业的钱 我这里边的说法 不一定确切 但是呢 容易让大家记 大家呢 注意 第一类 我把它叫价格补贴 指的什么 企业按市场价格 销售货物 提供劳务服等 咱由政府 财政部门 根据企业销售货物 提供劳务服的数量 金额的一定比例 给予全部或部分资金支付 那么在实践中 哪一种情况 这样的比较多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供水公司 按照呢 你供给居民的呢 水 我政府给 一吨水给多少补贴 比如说 供电公司 按照供给居民的电 一吨给多少补贴 公交公司 按照呢 大众刷卡乘车 乘的多少 给的补贴 这叫什么 这叫做价格补贴 无论在企业所得税 还是在会计中 都是实行什么 全则发生制 什么叫全则发生制 全则发生制的意思 也就是说 你只要这个服务提供了 购物卖出去了 对方接收了 不管政府给没给钱 咱们都应该 确认收入 比如说 到了2023年的6月份 这一个月 由于呢 居民刷卡乘坐公交车 政府应该给的补贴 是3000万 那么这笔补贴 下个月才给 这时候我问大家 跨界中确不确认收入 确认 虽然钱没给呢 但是居民已经坐车了 那么 企业所得中 确不确认收入 确认收入 此时在收入券时间角度 税块没有差异 这是呢 第一个价格补贴 第二一个 是除了价格补贴之外的 其他政府补贴 比如说 你呢 要买设备 政府给的钱 比如说 你要呢 更新你的资产 政府给的钱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 在会计中 按全则发生制 券收入 什么意思 你收到钱了 不一定确认收入 比如说 你要买一台设备 政府给了3000万 那你此时 这样怎么做 借银行存款 贷地盐收益 跨界中是贷地盐的 但是呢 在企业所得税中 咱们要注意 实行的是 收付实限制 所谓收付实限制 也就是在 实际取得收入时 确认收入 这是收付实限制 那也就是说 当你买设备 政府给了你3000万 跨界中 你寄到 地盐收益的时候 既没寄到 损益类科目里边 没有寄到 损益类科目中 税收中 确不确认收入 税收中 是要确认收入的 所以 收入 确认时间 是有差异的 那么在 跨界中 采用总额法的时候 那此时 你跨界中 寄到地盐收益里边了 那么税收中 要寄到收入中 那么应该 先调增 你纳税调增 然后等到 你在资产折旧期内 你借地盐收益 你带了其他收益 跨界中逐期 再转其他收益 或引力外收入的时候 税收中 在干什么 因为税收中 一次性已经交过税了 所以呢 你后期 跨界中再展 所以一类科目的时候 税收中 在纳税条件 这是呢 我们要注意的呢 一点 这是咱们的呢 企业取得 政府财政资金的 收入 确实件问题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这个第一类 不征税收入 尤其是 政府给企业的 分清 专项用作财政资金 和 非专项用作财政资金 我们来看呢 下面题目 某制造业企业 这个制造业企业 从政府部门 取得200万元的 研发专项拨款 全部用于 新产品的设计费支出 在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科目 单独合算规及 且财务人员 准备咨询了 该项拨款的相关问题 如果您是负责 该业务的税务师 请回答 财务人员提的相关问题 第一 该项拨款 如果作为 不征税收入处理 应同时符合 哪些条件 我们用这道题来说 不征税收入的条件 也就是说 专项用途财务资金的条件 第一个 第二个 将该项款项 作为应税收入处理 与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 那么 这两者相比 哪个对企业更有利 为什么 这是两个问题 第一 它作为不征税收入的条件 也就是说 它是专项用途财务资金的条件 什么条件 那么首先要从哪取得 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 及其他部门取得的财务资金 反符合以下条件 哪个条件 第一 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 波付文件 有资金的波付文件 第一个 第二个 财政部门 或其他波付资金的政府部门 对该资金 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 或具体管理要求 那也就是说 有专门的用途 具体管理要求 第三个 企业对该资金 以及该资金发展支出 单独进行核算 那么因此 当呢 企业问我 说老师 我这笔钱 叫不叫不征税收入 我经常跟企业开玩笑说 这不是我来判断的 而是呢 您拿着文件自己判断 什么判断 第一 政府当时给你这笔钱的时候 有没有资金的波付文件 那么 规媒规定 资金的专项用途 这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 有没有呢 资金管理办法 具体管理要求 那么有 我要根据这个管理办法要求 对你进行检查的 那么 下边一个 你且对这资金 还有资金发展支出 单独进行核算 符合这三个条件 这叫做 专项用资金 而且这钱 必须从县地上人民政府 取得的 那么这叫做 专项用资金资金 这是 第一个 才能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是不是不征税收入 就对企业是最有利的 我有的时候呢 就跟企业开玩笑 我说 不征税收入 很可能是给你挖的一个坑 那你有可能 做不征税收入 不是最划算的 而做征税收入 是划算的 为什么 因为 如果你的200万 做不征税收入 你收入算的是零 相应的成本费用 你快速虽然花了200万 但税收中按零算 因此呢 你下边 你成本费用按零算 也不允许加急扣除 所以相当于你这个 既没做收入 也没做成本费用 第一个 而第二个 如果你做收入处理 你200万交税了 第一个 相应的形成的成本费用 200万 税前可以扣 两者一做收入 一扣除 影响没了 紧接着 不但可以扣除 研发费用 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讲 从2021年开始 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100% 它可以加计100%扣除 所以呢 可以多扣200万 相当于收入 有200万 成本费用 有200万 然后再多扣200万 那应纳税所得额 发生什么 少了200万 所以你可以少交所得税 200万 成本相当的税率 因此反而是做 应税收入处理 对且更有利 这是呢 咱们的不征税收入 在不征税收入中 注意专项用途财业资金 和非专项用途财业资金的 复利的不同 这是第一大类 不征税收入 严格区分 不征税收入 和免税收入 什么叫免税收入 免税收入 是属于 所得税的征税范围 但是由于有优惠 予以减免 要注意啊 免税收入 是属于收入 但是呢 予以减免 属于咱们的征税收入 但是呢 予以减免的 来我们看一看 具体包括什么 分清不征税收入 和免税收入 第一 国债利息收入 对于国债利息收入来讲 是企业取得的 国债利息收入 应以国债发行时 约定的应付 利息的日期 确认收入的实现 也就是说 他以什么为准 以应付日期 确认收入实现 这是应付 两个字 那这是第一个 对于利息 还有呢 咱们的租金特权审费 他以应付日期 确认收入实现 第一个 第二个 你国债 这个你持有国债期间 不仅你可能有 国债利息收入 还有可能有 国债的转让差价 此时要注意 国债利息收入 免且所得税 但是国债的转让收益损失 则是依法交所得税的 这是分清国债利息收入 和国债转让是欧益或损失 我们来看呢 相同的情况 第一 如果且从发行者处 直接投资购买的国债 吃吃到其 我从头吃到尾 那你这个对付国债时 所获得的超过本金那部分 都是什么 都是国债利息收入 那此时 这就全额免且所得税 因为都是国债利息收入 所以都免且所得税 第一类 第二个 企业到期前 转让国债 注意是什么 到期前转让国债 或者从 非发行者处 投资购买的呢 国债 我或者是中间呢 买进来 或者是中间卖出去 当然也可能 中间买进 且中间买出 此时 你的差价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 国债持有期间的利息 一部分是国债 转让收益 来我们看看 国债的利息收入 国债的利息收入 是以国债金额 国债金额按什么算 按国债发行面值 或发行价格呢 确定 这样 国债发行面值 或发行价格确定 以国债的金额 乘以使用的年利率 比如说年利率 百分之 三点六五 百分之三点六五 比较好算 所以我是偷个蓝 乘以百分之三点六五 除以三百六十五天 也就是说按 三百六十五天 确定一年的天数 那么乘以持有天数 这部分叫什么 叫国债利息收入 年企业损失 那下边的差额 那下边的差额是转让国债的收益或损失 转让国债收益或损失 等于企业转让或到期兑付国债取得的价款 减什么 减购买国债的成本 把本钱减掉 减去呢 持有期间尚未兑付的国债利息收入 那你没有呢 对的国债利息 那么把国债利息给减掉 那么在减的交易过程中的相关税费得到的是转让国债的收益或损失 那么这个收益或损失 你有收益 应计算交所的税 有损失在计算应按损的额时允许扣除 这是呢 第一个免税 是国债利息收入免税 但国债转让的收益损失不免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和第三个的免税收入 都以呢 股息红利有关 第二个 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性投资收益 那么这种符合条件指的是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另外一家居民企业 所分得的股息红利 这属于免税收入 这是直接投资属于免税 那你说A老师我见解投呢 那你说A公司投到B公司 B公司再投资到C公司 那你ABC都是公司的话 C分给B免税 B再分给A也免税 所以一层一层的往上走就OK了 对吧 那么这是符合条件居民企业之间的直接的这种投资 那这是获得的股息红利属于免税收入 第一个 那么下面一个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 从居民企业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性投资收益 这里边强调什么 强调的是有实际联系 这是呢 大家要注意的 是 那么你呢 虽然它是个非居民企业 但它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了 第一个 要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第二个 这笔所得 这笔股息红利 要与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 那此时也属于免税收入 对于第二条 第三条免税收入 大家呢 要注意它的限制条件 如果你是A公司 持有B公司 B公司是个上市公司 你要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 获得的股息红利 需要满12个月 注意满12个月的条件 满12个月 分得的股息红利 才能享受免税代益 否则不能享受免税代益 这是呢 对于上市公司来讲 那下边 比如说B持有C C是非上市公司 那你持有非上市公司的股权 获得的股息红利 是不是必须满12个月 才能免税 不是 它是不受12个月的限制的 这是不受12个月的限制 这是我们呢 要注意的 这是第二项和第三项 是补息红利等权性投资受益 它的免税的问题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个 符合条件的非盈利组织的收入 这里边我们就不过多呢 强调这个非盈利组织的条件问题了 这是第四 第五 对企业取得到2009年及以后年度 发行的地方政府债权利息所得 由免企业所得税规定 这是呢 五项免税 分清哪个是不征税收入 哪个是免税收入 这两个要严格区分 这是第二个呢 问题 第三 是企业接受谁 接受政府 还有接受股东 挂入资产的所得税处理 我们先看呢 企业接受政府划入资产的呢 所得税处理 分三种情况 第一 那么这里边 如果是限级以上人民政府 将国有资产明确以股权投资方式 投入企业的 所以我这里边提了三个关键词 那三个 限级明确股权 限级以上人民政府 明确以股权投资形式 投入企业的 那么在税务处理中 这相当于是股东给你投钱投过来了 所以应该做国家资本金 包括资本公金的处理 那么该项资产 如果是非货民资产的话 按政府确定接受价值 确定其计划基础 那么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你取得时 是股东给你投资投过来的 你要不要交所得税 不需要交所得税 取得时 等到你使用时 比如说股东给你投入 还基设备 那你使用时 税前可不可以扣成本费用 这个基设备的折旗财消能不能扣 当然可以扣 所以呢 取得时无需纳税 那么实际使用时 可以扣先的成本费用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是什么 第二类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将国有资产 无偿化入企业 那么符合专项用途 财经资金条件的 这里边我提了三个关键词 那三个关键词 第一必须是哪级县级 第二怎么给的 无偿给的 那么第三 有专门的用途 专项用途财经资金 那此时按不征税收入呢 处理 不征税收入 不征税收入 那么取得是怎么着 取得时不需要纳税 如果你跨几种做收入了 咱们把它做纳税调节 那等到你实际支出的时候 形成的成本费用 在税前不允许扣除 不允许扣除 你跨几种做成本费用的话 咱们得怎么办 把它做纳税调整 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 其他 那也就是说 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之外 政府无偿给勤了 这个资产怎么办 应按政府确定的接收价值 记住当期收入总额 计算交所得税 那么政府呢 没有确定接收价值的话 咱按公允加值 确定的赢税收入 所以这种情况 在取得时要纳税 在取得时纳税 那么 下边你将来用于支出形成的成本费用 在税前可不可以扣 可以扣除 所以这三种情况 从税收角度来讲 对企而言 哪个是最划算的 第一种 取得时不征税 那么等到呢 使用时 就取得时 它是做失业资本资本公积处理的 那么等到呢 使用时 它又成本费用可以扣除 这是接受政府化入资产的 做得时处理 第一类 第二类 什么 接受谁化入资产的 接受股东化入资产的 所得税处理 如果是按合同协议约定 作为资本金 包括资本公积处理 而且在块钱上 已经做实务处理了 实际处理了 也就是股东给你的 你带了时收资本资本公积了 那么此时 我税收中 记不记到收入总额中 不记 那应该按公允价值 确定待资产的计数基础 也就是取得时 做投资处理 不需要纳税 等到呢 使用时 形成的成本费用 税前可以扣除 这一个 下边一个 如果呢 你做收入处理的 你接受呢 这个股东化资产这一方 做收入处理的 应按公允价值 寄到收入总额中 计算交所得税 那么按公允价值 确定计数基础 所以呢 取得时 要纳税 等到呢 实际使用时 可以在 税前呢 扣除 这是呢 企业接受股东 和政府化质资产的 做事处理 我用表格给大家呢 做了这么的 一个总结 大家要注意区分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第一类 不征税收入 和免税收入 看一下 2017年的 一道呢 多选题 这道题目是 企业取得的下列收入中 属于免税收入的用 那是免税收入 A 转让股票取得收入 这是 征税的收入 不属于免税 B 从境内非上市居民企业 取得的投资分红 这是呢 免税收入 这是符合条件 居民企业之间的 股息红利等 全市投资收益 属于免税 这样 C 接受现役上政府 无偿化入的呢 国际资产 那么这个 不知道什么情况 如果呢 你是无偿化入的 有专项用途的 那么这叫做 不征税收入 如果呢 你无偿化入的 没有专项用途的 咱们做征税收入 那么无论哪个 它都不会是 形成免税收入 它或者是 不征税收入 或者征税收入 这是随上C 不可提名要求 随上D 接受股东赠予资产的收入 接受股东赠予的资产 那么咱们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做投资处理 第二种情况 做呢 这种那个收入 记录收入总额 不属于免税 所以这个无论如何 都不属于免税 选项E 国债利息收入 这属于什么 这属于免税收入 所以属于免税的是选项B1 分清哪个是 这个不征税收入 哪个是免税收入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第一大问题 是不征税收入 和免税收入的问题 这些是免税收入的问题